北京时间1月17日 火箭118比112击败国王 这场比赛西部垫底的火箭打得十分积极 上半场打完落后5分 第三节打完将分差缩小到3分 莫杰他们并没有像此前一样早早放弃比赛 小凯文波特伍德哥登三人帮助球队实现反超 最后三分钟两队进入决战时刻 埃里克哥登成为关键先生 时间回到中场2分32秒 哈里森巴恩斯制造犯规两罚权重将分差缩小到1分 这个关键球必然是让哥登来处理 随后哥登突破命中将分差拉开到3分 中场前1分14秒 小波特最近3分球已经拉开到4分 中场前47秒特伦斯戴维斯两罚权重再度追到只差2分 这时候哥登一球制胜 中场前28秒小波特3分不中 杰伦格林拼下前场篮板给到哥登 哥登拉开一打一突破完成上篮 火箭给国王留了12秒领先4分 随着巴恩斯2分不中火箭锁定胜局 这场比赛哥登在关键时刻连中两球 中场前16秒的上篮更是只胜一击 他全场比赛32分中 11中6 3分5中2 拿下15分7篮板2助攻 命中率54.5% 3分命中率40% 莫杰7分中李3中3 3分1终于拿下7分1篮板1助攻 效率直爆表 哥登正负值为26火箭最高 得分最高的小波特23分正负值为负1 5得23分14篮板正负值 可见哥登才是这场比赛的控场大师 美眉CLUTCHFANS此前就表示过 这些比赛让你意识到埃里克哥登是火箭名单上最好的球员 我们需要交易他 哥登是正向资产有交易价值 美眉还表示 哥登并没有因为交易留言变得疯狂 他没有失去冷静 因为交易还没有到来 他只是指导年轻人 在攻防两端忙碌 他为球队带来精神 我真的希望火箭为他找到一笔好的交易 将他送到一支有竞争力的球队 请留我的组争力的连作 来这筒 我请留下给我 这个组争力的完整